试出世界法 你在学术上 或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成就 越有成就 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值得骄傲就完了 诚实论等 和无上司于条约丈夫为一号 这从如来之世尊为是号 是号之详实 就是详细的解释 在下面第四品中 伐藏因地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剥一条一条的说 将来讲到第四品的时候 会详细解释 上名福字为极甚至通号 通号两个字 要特别注意到 他不是哪一个人专用的 你的修学 达到这个境界 就称之为佛陀 所以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佛教真的 他是教育 那么佛 菩萨 阿罗汉 恰恰像 现在学校里面讲的学位 最高的学位是佛陀 最高的学位是佛陀 好像现在学校里的 波斯学位 第二个学位是菩萨 像是摄氏学位 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 学士学位 佛陀 佛陀教育里面 三个学位的名字 所以他是通号 你达到这个境界 你就得到这个名号 佛法的标准 第一个学位 是断见识烦恼 只要见识烦恼断了 这人就称阿罗汉 阿罗汉的智慧 德行神通 他全就做了 就自信的朋友 他全显出来了 第二个学位是菩萨 菩萨不但要放下知识 还得放下分别 也就是 这个分别就是 一般大臣经上讲的 沉沙烦恼 他要破 见识烦恼 还要破 沉沙烦恼 这是菩萨 沉正等证据 最高的学位 无上正等证据 那就是最后 把无名烦恼断掉 无名烦恼 在华言经教妄想 我常常用 不起心不动力 这句话来讲 大家好 六根 六根解除外面六成境界 没起心动念 没起心动念 那明了吗 那明了 真明了 那诸位要晓得 其心动念 你用的是 世心 就是阿雷 用的是世心 忘心 不其心不动念 用的是真心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三个修位 阿罗汉格菩萨 这个菩萨 是叫全教菩萨 也就是 世法界里面的菩萨 佛经上讲菩萨 不是魔火萨 所以佛经上常讲 菩萨魔火萨 魔火萨 是法身菩萨 那是什么 那是无上正等正确 实际上 他们都称佛了 在华言经上 称他为法身菩萨 实际上 他们是真佛 不是家佛 天台大寺讲的 分正即佛 那 设法界里面的菩萨 是相似即佛 设法界里面的佛 也是相似即佛 这我们不能不搞清楚 我们自己到什么样的境界 自己就知道了 知道有好处 不知道造罪业 不知道 共高谋 自以为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知道了 小得自己不行 比佛比不上 比主持大德 比不上 比最低的 虚头环 出现 为的菩萨 都比不上 我们那个傲慢 吸气 才能化解 试出世界法 你在学术上 或者在科学技术上 有成就 越有成就 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值得骄傲就完了 红四说 这个人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实骄傲且令 其余则不足关系 这些圣仙 真正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不理你了 为什么 你是假的 你不是真的 真的 古人也一句话说 学问生死 义气贫 欲是有学问 越是有德行的人 越谦虚 越是悲响 越知道尊敬别人 你看普行普策 他十大愿望 他做到了 别人未必做到 他是圆圆满满 百分之百地做到了 离尽祝福 普行普策 不但对贫穷下见的人 有礼貌 公斤 这一切 包括什么 包括花草 树木 山河大地 一切 公斤 今天科学家 也提出 一个说法 我看了 很赞叹 对 他是对这个 所有物质的 基本物质 就是基本粒子 对每一个基本粒子 都要尊重 为什么呢 他再小 他里面含着有圆满的精神现象 圆满的现实 不能侵蚀 所有一些物质现象 都是他形成的 他是物质的基础 那么在佛华讲的时候 佛华讲 微臣 极为之为也 他有受祥行使 弥勒菩萨讲 念念成行 是物质现象 行界有实 那就是 受祥行使 再微小的物质 都有受祥行使 这就是告诉我们 变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有机体 活的 这不是死的 山河大地是活的 我们看到天主教的教宗 教皇 你看 没去访问一个国家 下了飞机 头一段事情是什么 就闻大地 有道理 不是什么有道理 他懂吗 他不是不懂 做出这个样子来 给我们看 你看 他到你这个地方 看见大地的土 大地 都那样的热爱 这个地方居住的人民 哪能不安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阿尼 佛 阿尼 佛 阿尼兰